Hello 進來 2021年就正式開始了 在每一年開始的時候 我都喜歡幫自己訂立一些新的目標 如果素食的單日是你的其中一樣的話 希望在今天的影片裏面可以給你一點點想法 到底我一天的早午晚三餐會吃些甚麼呢 在開始之前想和大家去逛一逛超市 看看我昨天買了些甚麼 昨天去了一轉胃腔 主要是想買一個星期所需要的食材 還買了安妮系列的新豬肉 新餐肉和新肉絲 原來現在樓下超市都可以買到植物肉 食素現在真的方便了很多 早餐會預備一個新餐肉蔬菜三文治 首先我們會準備好醬 加兩匙的純素Yogurt 然後我們會加一匙的純素Mayonnaise蛋黃醬 之後我們可以切碎薄荷葉 加進去 最後加多幾滴青檸汁 加進瓶裡拌勻就可以了 然後準備配菜 將紫椰菜切絲 再將紅椒切絲 加上Baby Spinach備用就可以了 再去到我們今天的主角 新餐肉 加進去 在煎新餐肉的時候 我多數都不會放多過三片 因為溫度過低會影響口感 而煮的時候可以用中大火 這樣就可以鎖住它的肉汁 吃下去就更加好吃 我喜歡用新餐肉的原因 是因為它本身已經很有味道 加上其他新鮮的蔬菜 吃起來又沒有罪惡感 之後再煎這個純素的蛋餅 到最後準備兩塊厚切的麵包 將所有的配料放上去 包括剛才所準備的醬 以及所有的配菜 新餐肉 蛋餅 蛋餅 我更喜歡加一塊Vegan芝士 吃起來會更加香 之後再用保鮮紙 把它緊緊地包住 吃的時候 中間切開就可以了 吃罐看看 現在切成怎樣 其實很簡單又很好吃 然後我們的午餐會做一個自家製丸子配蔬菜麗麥飯 一開始我們會先準備好泥木飯 可以跟包裝的指示煮大概15分鐘 然後我們就可以準備今天的醬汁了 在一個小瓶裡加入三斤的花生醬 兩斤的水 半個檸檸檬汁 少許醬油 再加一些龍舌蘭蜜 還有一些辣醬 攪勻備用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會準備今天的蔬菜 首先把甘筍切片 把西蘭花切斷 然後把它們用滾水煮熟 把這些櫻桃蘿蔔 去切片 生吃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會用生豬肉 今天不同小小會用生豬肉 去做一個丸子 記得了 生豬肉是煮之前要放在冰箱八個小時 又或者在清水裏 讓它完全解凍才用 首先把生豬肉放入一個大的碗裡 加入一些甘筍粒 熟米粒 再加少許黑椒調味 把所有配料攪拌而成就可以了 之後我們開一個煎餅 把油放進去 滾油之後 再用兩隻甘筍 慢慢把生豬肉變成一個波波 這樣放進去煎 大概三至五分鐘就可以了 其實生豬肉本身已經有些天然的調味 所以在醃的時候可以減少一半的份量 最後我們會拿一個大的碗 在底部煎一些baby spinach 然後把剛才已經煮好的泥物飯放上去 加上不同的配菜 再加剛才做好的生豬肉丸子 淋上我們一開始做的花生醬醬汁 上去就是一個非常好吃 很nourish的nourish bowl 通常每次做這個菜式 我都會多放在冰箱 保持兩至三天都可以的 如果很忙 翻熱它吃就可以了 晚餐我喜歡早一點點吃 但身體容易消化一點 今天想做一個泰式的pattai 還有會用到我最喜歡的生豬肉丸 生豬肉丸是不用切 亦都不用醃 不用調味就可以下鍋煮了 首先將金邊粉放入熱水煮五分鐘 然後放乾水 然後在一隻大的鍋裡 加些油 將生豬肉丸放進去 在用之前可以在室溫度等它十五分鐘 你亦都會留意到它的粗幼是不同的 吃下去可以更加有口感 再加上金邊粉 pattai醬 乾蔥 和腰果 炒大約兩分鐘 在關火之前 將芽菜炒進去就可以了 喜歡的還可以加上辣椒粉 一個又簡單又好吃的comfort fruit就完成了 其實在家裡煮一天三餐都可以很多變化的 尤其是多了生豬肉等等的食材 令家裡煮食更加容易 希望大家在新一年 可以有一個更好的習慣 為自己和地球的健康盡一分力 吃多點素 祝大家新年快樂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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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親city 看她們的習慣 幫不 按摩